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都选择送孩子出国学习 陪伴,陪读,是多么温暖的字眼 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这批陪读妈妈恰好都聚在一起 我特别想记录下来,记录下来这段特殊的时光 为自己,也为所有的付出代价的陪读父母 本栏目由安博金融服务公司冠名播出 快捷灵活的房屋贷款,稳定高收益的投资机会 尽在安博金融 资讯电话1866-268-0328 Maggie,咱俩终于坐到一起了 一想想一算,我们认识已经快四年了 认识过得很快,看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 是的 那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的,我叫Maggie 我是01年移民到加拿大来 那么我有两个孩子 我是在温哥华的一个标准的陪读妈妈 我两个小孩,两个女儿 一个18岁,一个13岁,两个女儿 那Baby是一岁多来的 对,2001年的11月份 我们移民登陆到加拿大 当时我大女儿是一岁多 小女儿呢是在这边出生的 那那个时候你的英文也不好 然后开车也不行 然后又一个人在这边带两个孩子 是不是日子过得也蛮艰辛的 是的,当时是 因为那个时候才一个孩子 那么登陆的时候是冬天 印象最深刻就是 因为当时要考驾照 因为记得去跟孩子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这边的牛奶不是很大一瓶吗 当时没有车的话 扛着牛奶走回家 觉得哇,好辛苦啊 那这个驾照一定要考下来 所以刚开始是经历了蛮多 就是那种意想不到的 对 一些生活的困难 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2001年 那个时候华人不多的 而且华人的这个圈子 也不是像现在这么成熟 语言我们又还没有完全过关 对 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 确实是挺辛苦 也挺茫然的 对,尤其是对比 那个时候你在国内 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 然后有司机啊 有工作人员在你后面为你服务 可以说生活上的事情 是不用你操心的 那么来到这以后 肯定那个生活是完全是靠自己 是的,是的 刚来的时候落差挺大的 因为什么东西在国内都有助理啊 有司机啊 这些就是帮忙去帮你打理 那在这边呢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家电器坏了 你想找个修理工过来 你都需要打电话预约 看医生也是必须要那个 一步一步就是先去见家庭医生 这样子就是吃了不少苦 我印象中最深刻是 我大女儿当时一岁多的时候 刚来没多久她发烧 一个晚上就是那个烧也不退 我们就很着急 当时我先生也在 就说怎么办 那肯定是去医院嘛 在国内要是碰到这种情况 就去医院 那完了 去了医院看急诊 就一直排队 几点钟去的 我们是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去吧 那一直排排到可能九十点钟的时候 才还算不错 就给我们看了 完了医生看完之后 我就记得当时就把我小大女儿的 那个衣服给她全扒光了 就给她吃了一个推烧药 就说行了你走吧可以了 因为我们当刚登录的时候 还没有医疗卡什么都没有 那当时就都是自费的嘛 当时看了医生之后 又去买推烧药 这些七七八八 当时花了 我记得花了四五百块钱 加币吧 也很贵的 当时吓了一跳 对 因为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 因为父母都是医疗行业的人 那我们就在这方面有很多 就觉得看病是很方便 当时觉得哇 这边发烧 看一个病那么麻烦 而且还负担那么重 这当时确实 这个对比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对 是的 那就是说我觉得你 其实我也是虽然那个时候四年以前认识你了 可是呢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才算是对你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你的这个反差性太大了 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把你当成一个小妹妹 你给我的感觉就像那个刚大学毕业 刚刚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安静 很文静 对因为我是那种 如果认准了一件事情 我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人 所以我刚才说刚来到温哥华 确实有很大的心理落差 但是很快 大概可能一两个月吧 我就马上调整自己 我觉得既然我选择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下来 从长远来看对孩子的教育 那个时候而且我的想法是还想再生一个孩子 国内的这种 当时还不允许生二产 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决定了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要忘掉自己 就是不管你当初在国内有多辉煌的事业 或者有怎么样多好的生活 对 那你到这里来 你就是一个崭新的人生 你什么都不是 那么你到这个地方 一个新的环境 你首先你要攻克自己的语言观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积极地去接触这个社会 你要去融入它 而不是让它来适应你 你自己一定要去适应它 所以呢就是说把国内的东西都抹掉 完了就重新开始 内心的这种成长 其实是需要一个就是温暖 一个港湾 你理解我的意思 但那时候先生又不在身边 那我们每天就是付出嘛 陪着孩子各种培训班啊 面对很多生活上还要给他们做饭啊 整理家务啊 这些事情 那那个时候你 你的内心有没有要寻求一种就是救助 而不是靠自己 有没有这样外在的东西来支撑着你 没有 我但是呢 我有就是我很多年以来 我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我先给自己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那么我就会想象 如果我到了那个最坏的环境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怎么去适应它 去调整自己 那我当我有了这么一个计划的时候 我就我就没有太大的顾虑了 我就觉得我最坏就是到那个程度了 而且我也能够接受 而且我也能够适应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 就自然而然就过然的 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当时来了以后呢 先从ESL学起 因为当时是政府是有提供这个ESL给你学习的嘛 那我觉得我还挺蛮感激那段时间的 因为那段时间第一呢 就是让我接交了很多好的朋友 大家都跟我就是背景啊 各方面都比较相似 就大家就可以周末的时候啊 闲暇的时候啊 一起一起 就是交流 开心交流 带着孩子 对还有一个呢 当时在ESL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会教你很多文化上面的东西 当时像对Halloween啊 对Christmas啊 还有对那个 Thanksgiving啊 就这种节日 我都不懂 对 他是怎么游来的 我们该怎么去庆祝他 就什么东西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在ESL那段时光 就让我英文就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最起码就是说我敢开口了 而且我的听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这边西方的文化 更多的了解 而且我属于那种 我比较积极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带着孩子嘛 我就想办法 我该怎么样适应呢 我把我自己也逼得挺狠的 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后来 我住在郭桂林最早的时候 我其实搬了很多次家 在高桂林 在Paul Moody 那个时候那个地方 周边是没有什么华人的 更少 我就觉得很好 那我就逼着我自己 一定要跟周围的人打交道 完了要逼着自己学英文 完了呢 那个时候就还带去那个Family Center 去那边做义工 去图书馆 去这些就是尽量 让自己尽快地去 融入这边的环境社会这样子 你能够在这儿安心地带孩子 能够就是这样的把自己归零 然后还委屈自己去做义工 因为到那个 就是到社区里面去做服务 那很多人就觉得 这一块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看你都顺利地度过这个过程了 我觉得这点也是我们新的陪读妈妈 都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对吧 那同时呢 我觉得度过了最艰难的生活的这个落差 和陪伴孩子 生孩子 养孩子 其实最重要的是教育孩子 非比那么就是也是成熟 或者是那么坚毅不拔的这种品性 那是跟你的教育有关系吗 我觉得一路对他是有引导的 下意识的 我先生和我 我们两个都是这方面比较有共识 先生虽然不是长期在这里 但是他也是两地飞对吧 对 但是他一直是很关注孩子的成长 就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 就是尤其孩子有好几个转折点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商量 我记得我先生是那种 他觉得学习不用太好的 那么不用说是一定要当那种 第一名 第一名 他说中游就好了 但是他就鼓励孩子就是 多参加体育活动 因为他自己小时候可能踢足球 而且踢得比较好 所以呢 他就对体育方面 他特别热爱 而且也很鼓励 所以我这个大女儿呢 就是从小呢 她就参加特别多的体育运动 所以我的生活也很忙 就是陪着她 她那会学滑冰啊 花样滑冰 学体操 足球 篮球 篮球 跳舞 好像基本上 什么 什么souker啊之类的 那个打过没有 那个没有 对 但是就是 跆拳道 就是基本上 我们当时在社区那边 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我都让他就是 去接触 去学 所以他一直就是 很忙 就是每天 放了学以后 反正这边也没有什么功课嘛 放了学以后 就去参加这种各种运动啊 这些 完了到后来 在他11岁的时候 我先生说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打高尔夫 因为他自己很热爱 而且他觉得高尔夫是一个运动生命 特别长的一个运动 他说 你到70岁以后还能打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就鼓励我女儿去尝试打高尔夫 我觉得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竞技内的项目呢 就是你这种东西 不能说是绝对公平 那他原来参加花样滑冰 还有体操 也是到处去比赛 但是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 背后就有很多故事 对 有时你不可以那个 对 因为你的俱乐部的强大 还有就是乒乓的 Jorge 这个东西 它是都是 有很多 有很多 对 有很多不是 就是说 有很多人为的东西吧 所以我先生就觉得 他说 打高尔夫是绝对公平的 你打多少干 就是多少干 而且就是说 这个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锻炼孩子的一种毅力啊 还有就是说 诚实啊 对 就各方面的这种 这种好的品质 对 对 所以就这样子 让他开始打球的 这个大概的这个 就是女儿参加了那么 大大小小加起来 有多少场比赛了 他基本上 我数不清了 他每年最少要打20 二三十场比赛吧 那也基本上快一百场了 那肯定超过了 超过一百场 对 因为他打了有 十一岁开始嘛 而且我女儿的 我女儿的打球 他是从比赛开始的 他基本上 他下场练球 比他打比赛少得多 因为我自己不打球 对 我先生呢 他又不是长期在这儿 那没有人陪伴他去下场 我就让他去打比赛 其实你这个理念是非常对的 对 从他一开始 他就打比赛 对 而且从最早的第一场比赛 我很记得他打了一百二十二根 当时是在那个Riverview那个场子 而且是三月 天气特别差 完了真的是踩着躺着泥的 下着雨躺着泥的 打完这场比赛 而且就是说 女儿在刚开始学球的那一两年吧 每次都是打最后一名 对 那就是多长时间之后 他提高到了六十五干 大概有个四年左右 三四五年左右 他进步非常快 我挺感动我女儿的 就是因为他每次打完吧 一百最开始两年 每次都是最后一名 我们每次看那个排名单的时候 我就从后面往上数 我说这场比赛你是倒数第一 第二场是倒数第二了 我说 这是他几年级 那个时候他大概七八年级 七八年级 我就很高兴 我觉得你进步了 你看你那个不是最后一名了 对 而且我女儿我也 她的品质特别好 就是她很多人就是打不好的时候 就走了 就马上走 就耍脾气 对 对 她从来不会轻易放弃 她每次再艰苦的时候 她都会把那场比赛打完 而且打完以后她都不走 她都一直等到就是所有的 打完完了别人颁奖 她就去祝贺那些颁奖的孩子 其实她自己内心 我知道她很痛苦的 她也很希望 就是你们教她的 还是她自己自发的 我觉得她应该是自发的 我没有 我当然我也不催她走 我不会说是 你打不好走走走 就这样子 我不会催她 但是呢 就是说 但是她自己也会愿意 就是留下来 去看这些 祝贺这些孩子 对 所以就是 而且后来跟女儿聊天 有说起来 她就我就说 她就说因为 她一直看到别人那么好 她自己打得那么差 她就一直也想打好 就是这种 一直就是让她在那个 最低谷的时候 一直经历过这个阶段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而且她能挺过来 我也很佩服她 对 那陪女儿大大小小 打了一百多场比赛 你印象最深的 那场比赛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那场比赛是 去年打那个USGA 女子 业余女子冠军赛的 那个资格赛 因为这场比赛是全美最大的 青少年比赛 基本上所有高尔夫 球手 孟美一球 都希望能够 打进这个决赛 我女儿很幸运 在前年的时候 她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资格 她进了正赛 所以她感受到了 这场比赛的这种规模 和那种所有球手 因为现在包括 LPGA的冠军很多都是 原来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所以你就能碰到很多高手 所以我女儿就是对这场比赛 她是很期望的 所以去年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很不臭巧 出门前两三天 她扭到了腰的部位 当时看了医生 医生说你不能够打球了 你起码要休息两周以上 康复才能打 但她自己说不行 我一定要去 这个资格赛 我一定要去打 当时去了 去完了以后 当时前两天市场的时候 她都不敢挥杆 就不敢全挥杆 因为这个地方疼 那选了是在加州去打 当时我想着她既然要去做 那我只能去支持她 而且气温特别高 那个地方那场比赛的时候 当时是40多度 41度的高温 那就是不用打球 就站着太阳底下 就已经晒化了 对 而且她当时 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前三个洞就加4了 因为前三个洞加4 那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已经冲100 对 你可能就是哪怕你能稳住 你也可能 最起码要80干左右的水平了 对 我当时都觉得 她肯定没戏了 这场比赛肯定不可能打出来了 那我没 因为我没想到 后来她就 一年就抓鸟啊 怕呀 鸟啊 怕 最后 最后这场比赛 她是加2接数 就是前三个洞加4 最后变成加2 完了拿到了这场资格赛的 这个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资格赛 进入了资格赛 我特别感动 完了我当时还问她 我说你不是这个地方不能够动吗 你后来怎么办呢 她说她就忘了 她打到第三个洞 自己看到加4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 她一定要豁出去了 她就忘掉了她自己的疼啊 这些 就自己就很专注 完了自己就很有目标 进入了一种禅定的状态 对对对对 完了后来就打出了这个资格 我觉得我太佩服她了 而且就是而且我也很欣慰 对对 然后第二天还有两天吧 那个就打一天 那个因为只是打资格 打资格 对拿了资格以后最后再进正赛 不管她成绩是否就是多么的优秀 但是她那种精神 已经就是我觉得就够了 在孩子身上能够 而且在你们这样的家庭 就也算是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家庭 也不需要她去那么拼搏 对吧 那然后孩子自己还这么坚定的去追求她 认为她要做的事情 对 她很吃苦 我很佩服她 我这一路就是 我从她刚开始打球 是我们引她 到后面就是真的是她在推着我们走 就是她进步得非常快 而且她这个孩子真的 她就一点都不怕苦 很多次我记得向她发高烧 那她要打比赛了 就吃一个推烧药 完了就下去 打完九个洞 可能烧又扶回来了 又吃一粒药 我一般都会跟场跟着她走 那我就给她递水啊递药啊 就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这个被女儿感动 要我我都觉得 我可能都 我先崩溃 我都受不了 我不会崩溃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就是认定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的 不会轻易放弃 我要我 我会不停地拉走 走吧走吧别打了不打了 我知道我说也没有用 完了呢我还不如配合她 还有还有就是说 她还试过 有一次打比赛特别好 有意思 因为天气转凉了 她本来穿着裙子 她就去卫生间 就穿上一条裤子 开始打 打完以后呢 把裤子脱下来的时候 发现一条腿 咬了十几个包 因为可能不小心 在卫生间里面 有蚊子进去了 对对对 可是她没有察觉到 她打完了以后 才发现自己的腿 好多十几个包 完了还有试过 在美国打比赛 打AJGA的时候 她那个自己的 小拇指折了 完了呢 她自己都没感觉 完了眼睛 脏脉力脏 整个眼睛都肿到 看不到 她也都能坚持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害她能打出腹肝的成绩 所以我挺佩服她的 就是 我都觉得 我这是真的 见了这么多家长 见了这么多孩子 这个孩子身上这种毅力 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而且又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所以 因为像她十一二岁 开始才摸肝子 这在很多 普遍来说 就高尔夫球手 达到这个水平的 算是比较晚了 对呀 对 因为她现在 跟她水平相当的选手 我记得她打 一百二十多干的时候 别人都已经打八十多 甚至七十多干了 不知道 对 所以就是 她为什么能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进步这么快 我觉得这也跟她自己的 这种付出是有关的 而且就是说 从她高中 从她七八年级开始 到十一年级 我可以说她 基本上是全年无休 很辛苦 是啊 我今天跟她聊天 我就说 像她这个年龄的孩子 女孩子 我见到的更多的是 化妆啊 买衣服啊 购物啊 什么什么 就吃喝玩乐 像她完全有这个条件 但是她完全 没有这样的一个 当然她喜欢 对她喜欢 她是个孩子嘛 你孩子 但是她还是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了打球上面 她自己 我有时候也问过她 尤其在七八年级的时候 她也有埋怨过 她也觉得朋友 就是到周末 就去开party啊 去玩 她为什么就 总没有这种机会 但是后来到十一年级的时候 她自己说 她说她挺感激 就是当初 给她这么安排 完了呢 她说 回过头来看 她没有 时间都搭载了 有用的地方 对 她没有loss任何的东西 对 而且她可以自己 就是打球 给她带来了 很多自信啊 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啊 这些 金娜 你好 你在干什么呢 没干啥 你那个 有没有打游戏啊 或者是YouTube 看各种视频啊 有时候 有时候 你最喜欢看什么视频 我才迟早 她喜欢slime 我女儿也是 是的 现在天天搞这些东西 抓呀 那个捏呀 什么的 对 而且她还有生意头脑 她把那个slime 做完之后吧 她去外面买那个container 完了她 她卖给她的朋友 我女儿也想这样做 看样子 你们都是一代人 想到一起了 哎 阿姨问你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 可能你不太愿意回答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都面临这个问题 包括我的女儿 因为她三年级半来到这 她就面临着一个 就是说我将来是做中国人 还是做加拿大人 这样的问题 你碰到过吗 没有 她因为是在这出生的 可能她就没有这个概念 对 因为我们女儿是三年级半来的 那来之前我有意识让她学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所以来到这儿呢 我也跟她讲 其实我们中国五千年有很多精华的 比方说孙子兵法 周易 中医这些 非常精华 非常宝贝的一些传统文化 我们不能丢掉 那很多西方呢 西方人呢 对中国有误解 就认为中国以前是一个很封闭 很封建 甚至是一个极权的国家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优良的东西 然后因为你们的英语又好 然后把它传达给 就把一些正确的中国人的正面的形象 传达给西方人 我现在就有意识培养我的女儿 去做这件事情了 你有没有在学中文 有 有 是一个星期上一次课吗 会写中国字吗 我会写一点点 拿个笔咱们写一下行不行 写得很好啊 是岳 姓岳 妈妈告诉我 你知道岳 你是岳家 岳飞的 正宗的那一脉传承啊 你知道岳飞吗 知道是吗 那是怎么 岳飞是 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能跟我介绍一下吗 他是一个兵兵 然后他给了中国打赏 可是皇帝杀了他 你知道金钟报国 岳母赐字这个成语吗 不知道啊 妈妈赶紧普及啊 你们这是正宗的岳飞的后代 是 以后下次有机会回去 大家去看岳家池塘 去看真正的 对 还有去杭州看那个岳飞的目的 那你现在 妈妈说你的这个辩论赛也参加了很多 也拿了好多奖对吗 对 而且妈妈说有一次你发烧了 居然都不休息 还去比赛 你好棒啊 谢谢 为什么病了还要去比赛呢 因为我有一个partner 我不可以拉了他 因为要的他也弄不了 所以你很了不起啊 谢谢 你在你的眼中 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她是我的妈妈 我知道 那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有些妈妈是很强势的 很专制的 很温柔的 或者很会做饭的妈妈 或者是很nice的妈妈 你觉得妈妈 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她是像魂的 她有些时候特别nice 但是有些时候 她也可以要我做事情 很强制 是那个意思吗 有的时候就很温柔 有的时候很厉害 温柔的厉害 温柔的厉害 哇 你发明了一个词 就妈妈 柔中带刚这叫 对 应该是 那你给妈妈打多少 打多少分 按了一百 一百分的话 打多少分 我不太确定 我要十八岁才能知道 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她 要过五年了才能知道 看我接下来五年的表现如何 你厉害 期待你给我打高分 所以我会好好表现 你觉得中国妈妈和西方的妈妈 有什么不同 我没有那么多不同 挺一样的 挺一样的 我觉得西方的妈妈更会 用手做东西 手工 因为中国的妈妈平常都会有阿姨 她们是用脑子给孩子弄课 弄那些东西 但西方就是给孩子做饭 洗衣服 都自己做你的意思 对 其实你妈妈因为她是陪姐姐要打球 要很多的时间在外面跑 所以她没有时间照顾你 可能就要请一下阿姨 来分担一下这个工作 但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其实你妈妈也可以自己能做得了 四年前我们认识的 那个时候你还上九年级 应该是 这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也恭贺你被UCLA录取了 谢谢 你从几岁开始打球的 应该是十一岁多吧 然后之前也是各种体育 对 各种你都尝试过了 对 都尝试哪些体育 我以前跳艺术体操和滑冰 然后我在学校也打篮球和跑步 你是不是一个精力 特别旺盛的孩子 应该是吧 属于那种就是体育 天生的这个体育 就比较好的女孩子吧 我爸爸以前是踢足球的 我怪不得 那遗传啊 对 那你这个打高尔夫 打了这个 从十年级开始打 七年级 七年级开始打 然后那你也 基本上是每天都要下场练习的吧 每天要用多长时间 到了夏天就很忙 所以每天可能要最少两个多小时 然后呢星期六星期天就四五个小时吧 那这样的生活你不觉得枯燥吗 有那么多女孩子她们化妆啊逛街买东西 你呢就在这练球 你不觉得枯燥吗 没有啊 因为 我不打球我就是 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嘛 然后 我觉得 也可以锻炼身体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 蜜很多人 然后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打球已经用了很多时间了 已经 每天都最少要 要两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你 你逛街买衣服 或者是化化妆的什么 都 其实是很少的了 就你 你相对来讲 你是 还是喜欢打球 对我喜欢打球 因为其他东西你只能就是做多少嘛 但是呢 我有时候会就是朋友一起玩 然后我去不了 我有一点点难受 但是呢 最后 我还是觉得打球更重要 那打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快乐 就是打好了的时候呢 就自己很舒服嘛 心里很高兴 因为我就是 练了这么久 然后终于可以看到 就是回报 然后呢 我也可以跟妈妈爸爸 就是 spend很多时间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 你是属于那种 特别喜欢赢的感觉的那种孩子 对我很喜欢 我很competitive 但是我刚开始打球 我每个比赛都是最后一名 然后呢 所以那样子 才让我就是更想要打好 对这个我觉得是个很难的事情 有很多人打不好 他可能就放弃了 但我知道打球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哦 对吧 也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那你在这个打球的这些年的体会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从心里上 包括比赛上 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出去打比赛嘛 要去很多地方 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是我 就是学校呢很多功课就 就辣了嘛 所以呢 回来的时候要补的话就有时候很难 然后呢还有有时候 我也想要跟朋友一起轻松一下嘛 但是呢需要打比赛 所以就不可以 就不能玩 其实就玩跟你是关系不大的 你就是在学习打球 学习打球这样的生活节奏当中 所以你觉得这些年这些比赛 哪一场对你来讲是最难忘的 也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去年3月份 有一个CN Future Links Golf Canada的比赛 然后呢是个很大的比赛 然后我第一天没打好 第二天打了78 然后妈妈就跟我说 就不怕慢慢的打 然后我第二天就打了70 然后呢第三天我就破了球场的那个记录 然后打了65 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比赛 对自己的confidence就 自信心 对 多了很多 然后呢也让很多美国的大学 就是更 教练看到你的这种 真的很不容易 我知道就是说的容易 但做起来很难很难的 就是你的那个心是怎么 自己怎么控制住的 反正就是高尔夫每一天18个洞嘛 所以呢几个洞没打好 没什么关系 因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补回来 你就觉得这么简单吗 对 但我知道有好多人花了很多钱啊 要学这门课 就怎么怎么样降服自己的内心 嗯 有时候压力很大 但是呢其实你更想的话 你就打的越差 所以你必须要每个动每个动每个球的 就是慢慢的来 哎对我还听你妈妈介绍 就你经常受了伤 去打球下场 甚至你有时候下了场才知道自己受伤了 那然后你都会忘掉这个伤痛 这是怎么达到的一个境界啊 我觉得好高啊这个境界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打比赛就 就我好focus嘛 所以呢那种疼啊 只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所以呢我就会不想它 然后想我自己的成绩 Maggie 特别特别的祝贺你啊 这个几年的陪伴下来 菲比今年已经拿到了UCLA的offer 我知道这所学校非常难进 那对打球的这个孩子要求也非常的高 是 请你在这分享一下是怎么样走进这个 通过打高尔夫球走进美国大学的 嗯好的 其实就是觉得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女儿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没有任何想法 没有想过说是她将来会不会打职业 也没有说想过说是靠这个来进大学 呃想法比较单纯 就是想让她就是有个体育运动 让她爱好去消耗她的时间精力 呃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一步一步走到后面 居然就是还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特长 呃进了美国大学 呃我们特别为她高兴 她是在大概呃九十年级的时候吧 打球就慢慢进入状态了 就能够打到七十多肝的水平 那么在十年级的时候呢 能达到六十最最低肝数能达到六十五肝 呃那从这个打球的实力水平来说的话呢 呃进一个美国大学没有多大的问题了 呃因为我们九十年级的时候 都经常去美国打比赛 呃也会经常碰到很多当地的家长啊 还有一些偶尔碰到一些教练啊这些 那侧面也打听到就是以女儿的这种状况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去到美国的一些 Division One的好的球队里面打球 因为她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那她从十年级开始她就自己开始给各个 她当时我记得她列出了有二十多所大学她想去的 呃列了个清单 完了她就自己给这些大学的呃 呃send resume 就send她的那个打球的简历啊这些 还有她的一些video啊她拍的一些打球的一些video 那么呃当时呃有些大学就呃没有回话 那么有些就会给她send一个email 就是很general的一些questionnaire这些 那还有一些大学呢就对她呃很感兴趣 就教练本身就给她自己就给她写email 呃就会问她的你的比赛的schedule啊啊 你这一年有些什么计划安排啊 呃那么这样她就跟这种教练就取得了初步的联系 呃而且我们在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就去美国打比赛 打AJGA打那个Future Championship 呃和打USGA这个这个最大型的比赛 呃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很多教练呢就开始关注她 因为他们开始初步知道已经了解她以后 嗯就开始关注她follow她 呃甚至的就会专门飞过去看她的比赛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跟教练有了很 嗯下一步进一步的联系了 呃到后来的时候呢教练会定期的跟她做一些电话 还有那个FaceTime的一些就是沟通 沟通 呃而且教练也会告诉她 呃她这2018年有多少个要召多少个学生 完了呢呃Phoebe是她心目中想要的 嗯就这么这么一个过程 呃那我记得在十一年级 她进入十一年级的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了第一个美国大学的offer 嗯当时那个教练邀请我们去参观她的学校 嗯呃参观学校之后就直接就跟Phoebe说 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的球队 那你看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确认的答复 那我当时这个第一个offer就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 对就觉得哦她好像真的水平是可以了 嗯但是我们当时就不想这么快做决定 那去年呢我们的十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的比赛很紧凑 我们我记得我们在啊我们在二十 我们在两个月内飞了二十趟就是去打比赛 那两个月都是飞到美国 飞到美国而且行程非常紧凑 基本上她呢六十天都是在没有一天不打球 比如说我们是上午的比赛比完了以后 我们下午就赶下午的飞机飞到下一个地方 那么第二天如果如果是如果是下午打球的 早上飞到的话那么我们下午就去球场去市场 嗯就真的是就是连着转打了马不停踢打了连续打了两个月的比赛 当时呢而且在这两个月也陆陆续续收了很多学校的offer 还有一些就是对她感兴趣邀请她去visit 我们总共她应该有收到大概十所美国大学的offer吧 呃 这个想法 但是她很幸运就是说我说她打进usga这个资格赛打进去之后 当时在那场比赛的时候呢 那ucla的教练就跟跟了她十八个洞看她比赛 看完以后当时就跟phibi说有一个sport给到她 嗯我们非常高兴 很高兴 对因为这个就是她最想最想去的学校 Dream School Dream School 对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就想事成 对就就决定就是去 那学习成绩方面呢有什么要求 呃学习成绩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美国大学呢如果你想去ivy学校的话 嗯那么教练要你是第一步 呃admission呢是第二步 你必须要过教练打球的关 那么你sat呢他对你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还有你的gpa也达到一个标准 你sat要达到多少分 呃如果像他们打球这种特长的孩子的话呢 呃ivy的学校应该1400分以上 左右就可以了 嗯1400 1400以下 1400到1400 你就可以达到他的学术上的要求了 对但是呢就是还是需要教练 要喜欢你 其实教练他他看孩子吧 第一他看他的成绩 第二他也看孩子的个性 对他也看这个孩子的他还有没有就是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他还有没有可挖掘的地方 嗯所以嗯我觉得教练都很有眼光就是在选球手的时候 哦对嗯大概就是那我们像我们UCLA呢就是因为教练的话呢他是有很大的就是选择的权力的 比如他想要这个教员的话呢当然他也要你的成绩 但是就不是说像ivy学校的成绩要求到那么高 嗯那我女儿她在学校的成绩属于是中等水平吧 对所以中上左右吧 所以啊 GPA当时跟教练谈的时候他当时的GPA是3.8 嗯已经是够了 嗯对所以就是说就顺理成章 对对 读懂温哥华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BC贝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